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看《圣经好好看撒上》第30章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大卫离开了弗里士军队 他跟他的勇士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叫西格拉 突然发现他们的孩子妻子都不见了 原来是亚玛利人 把他们的家眷所有的财物都掳走了 哇,这个时候大家又疲惫又焦急 开始抱怨领袖大卫怎么把我们搞得这么惨 甚至要拿石头打死大卫的时候 大卫这个时候却心里依靠神坚定 他向神祷告 上帝啊,你让我们可以追拿亚玛利人把财物夺回来吗 上帝回答说,可以 于是大卫跟勇士就勇敢地虽然疲惫 然继续地追赶,要夺回他们的产业 这时候突然看到路旁有一个可怜的埃及少年人 大卫自己在危难当中仍然顾念这个小弟兄 而这个少年人刚刚好就是亚玛利人所丢掉的一个小仆人 也是透过埃及少年找到了亚玛利人 杀败了这亚玛利人,把所有的家眷完全夺回 大卫一个都不失落,大卫还与他的好朋友分享他们的乱物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依靠神能够夺回我们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祷告 爱人,夺回一切的失落 奉耶稣的名,阿们